回音币是否超越传统音箱? 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引发激烈讨论的观点 回音币的定位是为了弥补电视音箱音质 因此它并不追求环绕声场 也不是专注于高保真音质 在相同音质的情况下 回音币所付出的代价通常比传统音箱更高 此外,回音币注重时尚风格 因此大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一旦过大,就会背离回音币的初衷 现在有很多厂商将回音币做到7.1.4甚至11.1.4的规格 给人一种音效出色的感觉 然而,回音币的环绕效果主要有虚拟环绕声 反射环绕声和传统物理环绕声等几种 前两种除非你对听音环境非常专业 否则基本上没有明显效果 而最后一种物理环绕声 则需要将音箱放置在后方和特定位置才能发挥作用 这增加了一定的麻烦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喜欢我们的音响知识分享 请别忘了点赞和分享 让更多人看到 我们下期再见